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說敏感皮膚用什麼面膜好 其實之前有很多朋友問過我 究竟敏感皮膚用什麼面膜好 才不敏感 亦可以保濕到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拍到這方面的影片 因為之前 其實這麼多年以來 一直都是用市面上 隨便都可以買得到的紫面膜 但是我發覺 其實裡面的成份 都不方天然或者貓得去哪裡 所以我沒有特別拍片去介紹給大家 直到幾個月前 有朋友介紹了我好幾個牌子 它不是紫面膜 而是高狀的面膜 我自己試過幾個月以來 真的覺得皮膚好 更加固定了 少敏感了 而且真的保濕 而且有彈性了 但在影片裡面 我也想介紹我之前用的其他紫面膜 如果你想直接跳到我後面推介的高狀面膜 你可以直接拉到後面看 我現在就先講這個紫面膜 Faith in Faith的韓國面膜 之前我在美國的時候 我看到很多Youtuber都推這隻面膜 就覺得很好用 其實那時候我已經很想試了 我回到香港之後 就看到萬寧有得買 就馬上買了來試了 那感覺呢 其實我可以開給大家看 可能還有些朋友 我沒有看過它的真身是怎樣的 那其實它開了之後 就這樣 即是都是一塊塊的面膜 那我開出來的時候 就覺得 咦? 跟我想像中有一點點出入 因為它是比較 一個GEL 但是呢 我自己的感覺 就覺得它不夠 即是不夠精華 我覺得好像 咦?真的只有一塊東西 那其實會不會有料到呢 但是買了當然要試一下 那我敷了上一塊面之後 大約10至15分鐘 就越來越乾 覺得那塊面是 即是不會有一些保濕的功效 那它其實那個包裝 就說是可以 舒緩和保濕的面膜 即是一些舒緩和保濕的面膜 但是我其實一看到它的質地 我就真的不知道可以怎樣保濕 那我自己用完之後 也都覺得是不保濕的 我都要說一些比較好用的面膜 那我之前呢 就是用這個肌尾精的這個面膜 這個就是Q10的面膜 那時候我在日本買的 日本買的那個肌尾精的Q10面膜 真是超... 真是一流是很好用的 因為使用完之後 是覺得真的有彈性了 還有覺得臉是真的硬了 對 然後我回到香港之後 我就看到沙沙有的 還有為什麼還好像便宜一點 便宜過日本那一款 那我就馬上買了一盒來試 那我用完之後 為什麼我發現好像沒有料到 覺得完全是兩個面膜 和日本的版本 其實它的包裝是一樣的 但是呢 是不同的 我發現原來用了之後 所以 我買不回來 因為我最近都沒有去日本 所以就硬用了沙沙的幾張 但是完全沒有效果 我只不過真的很便宜地去 幫你表皮做到保濕 但是實質效果就真的沒有了 那... 那另外呢 我看到Lock-on 這隻Parezza這個牌子 其實它是比較便宜的 這個牌子的面膜 那... 我看到那個 又是Q10 又是橙色的包裝 很像 那不如試多一次 看看會不會有效 看看真的能否鎮定 那... 那... 其實真的不行的 就是... 補不到濕脂 即是不要說Firming 而是保濕的功效都做不到的 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OK 又講一下一個 比較好用的紙面膜了 其實之前呢 我在日本的Hall裡面 那個video 已經講過 我就推介過這個 Bihada Ichizoku 的這個面膜 它是很大塊的 整個包裝 它這個面膜呢 就... 價值不非 都差不多45元一塊 最主要其實它是夠保濕 因為... 其實... 普通你想找一個... 即是保濕面膜 你隨便找一些... 其實... 你會發覺 可能一兩個小時 就已經無料到 又或者是... 用完之後呢 你會覺得... 很表面啊 那件事 是一點都不夠... 即是... 深入去你的皮膚 你感覺不到那種... 那種... 即是... 水潤的感覺 但是這個呢 真的可以做得到 平時呢 我就不多敷 除了貴的問題之餘 我不懂看它的材料 因為日本 所以我就... 真的假期才用 那... 它這個面膜呢 就記住 有人試過 Watsons那裏 有一隻跟它的包裝很相似 又是黑色包裝 那盒是黑色的 但是小盒很多的 那個尺寸 一盒才是... 好像五十多元的 又... 不知道五塊還是四塊 那... 就... 跟這個好似的 亦都是有個... 好像畫出來的 那樣的女人的頭 又是這樣的風格 那我買了來試 那隻是... 那隻是... 完全兩樣東西 所以大家呢 就要留意這件事 因為我... 以我所知呢 它這個面膜 就只有日本才有的 即是... 香港我是沒見過的 好啦... 想說這個超級極度雷品 它呢 曾經... 是... 網上... 有很多人都推這隻... 面膜啦 那... 後... 因為真的一用呢 其實我沒有用過 因為我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通常呢 一用完之後 立即變白呢 你就... 要小心一點啦 因為呢 它就... 很可能水銀過高的 那之後呢 我就看過一些文章 就... 刺爆了這個牌子 對啦 大陸的這個牌子超十歲 大家認住它啦 它是這樣的款 還有那個英文是什麼 Tho isku 不懂得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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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你看它後面的成份呢 其實沒什麼的 它寫明有活性態啦 好像很多的一些好東西來的 但是我... 絕對有理由相信 它這個成份表呢 是... 不是Completed的 ingredient list來的 那... 所以其實裡面有很多東西 都可能是... 隱藏了啦 不知道... 有什麼在那... 那... 最主要的問題 它是水銀過高 所以呢... 就... 不要再用了 這塊的面膜是... 是... 是... 就是... 一用完之後 超白 就是... 同那個Snail White 的那個Cream 其實都是... 有同一個問題 就是... 水銀過高 就令到你會很白 但是呢 後果是非常非常之... 嚴重的 如果你是每日敷 或者是... 用得太過多的時候呢 是... 就是... 你分分鐘可能會中水銀毒啦 又或者是有些... 對身體有影響的 水銀其實對我們身體 是有一個... 很大的影響 我所知呢 它跟一些... 老人痴外症呢 是有一些關係的 那... 所以大家就要小心啦 好啦... 到真的... 我自己真心... 覺得... 推介的... 一些... 高狀的面膜啦 那... 就是... Lunia這個牌子啦 那... 它呢 是一個美國牌子啦 那... 而這次說的這個... Cream Mask呢 就是... Anti-Occitant Phylamine Mask啦 那... 那... 我自己呢... 就在美國買的 在網上買 好像... 320多元 那... 因為呢... 之前有朋友呢... 他很好... 他試過很多東西 那... 有些好東西就告訴我 那... 我就試了這個面膜 就覺得... 很濃烈的... 就是這個款式 它是這樣的 高狀的 那... 然後... 試了在臉上之後呢... 就覺得有些濃烈 那... 我就... 等了好像十分鐘... 十五分鐘那樣... 那... 就覺得... 咦... 好像好像不太吸收了... 就覺得... 咦... 表面好像已經乾了... 但為什麼裡面好像沒有什麼... 那... 因為你會感覺到的嘛... 那... 那... 初時我就覺得... 咦...好像不太好用... 那我就... 沒有用了一段時間... 那... 那... 我就... 又... 聽他講... 他有個朋友... 是爛臉... 直接是... 不知為什麼敏感到流血... 那... 因為真的有人有這樣的情況... 他說... 用了之後呢... 就好很多...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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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真的應該... 你在想上這個方法... 有什麼事... 後來呢... 就敏了了張臉後的... 那... 那我看見... 其實很快乾的... 不夠... 那... 30秒... 就開始好像閉著的那個乾... 那... 然後... 那... 那 credits... 那... 那... 我再... 那... 那... 于... 那... 那ieder...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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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那... 呢... 那... 當你過了十分鐘之後 你就覺得完全把整個面膜吸光在臉上 一點也不會浪費這個面膜 用完之後你是覺得除了保濕之後 皮膚會彈掉 裡面就沒有任何敏感皮膚的天敵成份 而它究竟有什麼 令到這個面膜那麼出眾呢 其實它的成份不是天生雪蓮 什麼好像已經用來絕種的一些東西 只不過是一些很簡單的植物提煉出來的一些 就是可能 Hyluronic Acid 因為其實透明質酸這家東西 植物成份提取的Hyluronic Acid 是會比較好一點的 我自己覺得是會比較再溫和一點 還有是吸收一點的 還有它裡面有蘆薈 還有一些Green Tea 還有一些菊花 還有乳木果 其實就不是說很複雜的 但是我相信 技術這件事會有不同的 我覺得他們這個技術 他們可能本身的方法 就在研究出來 可能跟一些自己本身 現在坊間很喜歡DIY的一些護膚品 有不同的 因為始終是FORMULA 譬如你炒一碟菜 炒一碟菜 其實你下的鹽和你下的油 我都是鹽和油 但是為什麼一碟好吃 一碟沒那麼好吃 都有關係就是 鹽和油的份量 本身的比例是有多少 其實所有護膚品 它的FORMULA 都是有很多不同的這些變化 所以一個好用的護膚品 有效的護膚品 我相信不只是成份 而是當中的FORMULA 不同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題目 今天就輕輕拉過 然後就想說另外一個 PURITY這個品牌 它是英國品牌 這個也是我另外一個 BLOG的朋友介紹 我也是在它那裡買回來的 主要跟剛才那個不同 就是這個 是一個真的很碎的面膜 它的質地 會看到其實是很 再薄身一點的 它塗下去 已經覺得很舒服 是一個很薄身 好像已經挺吸收的面膜 當然啦 我自己覺得敷任何面膜 其實你大部分的面膜 都是比空氣抽走多 比你自己吸收 所以大家都可以嘗試用 這個Calming Mist去噴 然後再按摩 因為其實那個 另外是比較薄身一點 和容易吸收 我自己都會做按摩 和噴Calming Mist的動作 因為用完之後 覺得真的會比我 齋苦在臉上 就會有效很多 其實PURITY這個面膜 的成份 我自己有看過 它也沒有一些有害的成份 在這裡 也有蘆會 有Cranberry Seed Oil 有玫瑰花水 有Vitamin E 其實都是一些比較簡單的成份 當中 如果大家留意的話 你會看到一個叫Benzol Alcohol 是一種酒精 但記住 Benzol Alcohol 每一看到就怕 因為其實它 也很有可能 在一些植物提取出來的 一些天生已經有的 Alcohol 正如 好像Parabins 可能有很多人聽到 都會覺得儘量避免 但是 原來 這個 Blueberry 就是我們吃的藍莓 裡面 也都 天然含有這些Parabins 所以Parabins 這兩個面膜 基本上我現在 會隔著用 但是我每天都會用 例如今天我用 我洗完臉之後 通常我會早上用 因為更加上妝 而且 會很精神 因為臉膜 通了之後 你的臉巴 臉也會比較精神 我隔天用 可能今天用完這個 明天我會用這個 因為其實這兩個成分不同 一個比較滋潤 一個比較水分 但如果你說二選一的話 一開始你可能真的想試一下 我就絕對會用 Hilunia 因為它真的 一流 沒得定 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上它 沽網看看 它是否送到香港 或者你可以找代購 或者你可以問我 會否訂開 可以一起訂的 今天分享就到這裡 我現在說到喉嚨都關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Facebook 或Instagram問我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See you later Bye